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一零一 杨超越 介绍一下你在江夜2中的角色吧 江夜中的角色就是浩天嘛 终极大boss的存在 很高的群力或者说 在江夜2拍摄中最难忘的是事 有一场山顶上拍着拍着 直接走镜头里面吹出去的 风特别大 在江夜2拍摄中觉得最困难的是事 应该是第一天的吧 我觉得最难的永远都是进剧组的 第一天第二天这种戏 就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找准那个位置 和感觉 在江夜2中有其他想尝试的决策吗 我想要傻女一样的那种 希望就是比较接地气的那种 需要打斗的那种 那样感觉好像更酷一点 首次跟杨阳导演合作 对导演的印象是 一开始见到杨阳导演的时候 我感觉有点害怕 后面慢慢时间久了 发现杨阳导演是一个挺温恶的导演 讲戏什么的时候也很细心 结束完之后很冷了 然后把他的男手带给我握手了什么的 在人物创作上 有出现一件分歧的地方呢 其实因为自我不是很了解该怎么演 很多地方 其实我是愿意去听杨阳导演的一些建议啊什么的 这也是我第一部全幻的剧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多多支持